村菜是中國四大菜系之一 而當中的辣可以說是村菜的最大特色 但究竟在香港找到的村菜 和四川的村菜 相差有多多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is 來自四川 在香港的村菜 多數都是認下香港人的口味 在辣和調味方面 都有少少改變 不過真的很難找到一間正宗的 我們現在就進去試試是否正宗 好 兩人無人不曉的四川菜 第一樣就是由水煮牛肉煙變 而成的水煮魚 新鮮的魚肉配上麻辣湯 不知道合不合兩位口味呢? 說起村菜就一定要試水煮魚 其實村菜是何時開始有水煮魚的? 其實這道菜是異說成30年代 都已經出來了 其實現在基本要求是麻辣鮮滑湯 主要是起鍋 有炸香的蔥蔥蒜 這個在村菜裏面 我們就可以叫做生香 然後有炒香豆瓣 又用油爆香辣椒花椒 留起它之後放在針盤 用刀去掉下去 我們四川叫做刀口的辣椒 刀口辣椒就放在表面 是用滾油去增油 一道很出名的麻辣鮮滑湯水煮魚 就可以吃到 Messia 你覺得這裡的水煮魚 達到你的標準嗎? 有沒有家鄉的味道? 家鄉的味道是有的 不過那些魚跟我們鄉下的魚有點不一樣 嗯 我們鄉下用的薑豚魚 這隻是很滑 但比較之間的話 這個就不太滑 薑豚魚是長江四仙之一 魚肉和脂肪分布均勻 但內價很貴 所以老闆改用肉質差不多的桂花魚 而另一味會試的就是口水雞 其實口水雞的泥名都是有朋友去朋友家 主人把雞煮熟 白色一髮的肉塊 然後他就看到隔壁的醬質 特別是調味料 然後看到 哇 好像很好味 如果加在一起 老闆看到口水雞 然後這個名字就叫口水雞 那口水雞你覺得味道如何? 主要就是那些配料 即是有花生、芝麻、蔥、豉油、蒜蓉、薑磨、醋 還有麻油 這些調味料拌上去的話 兩半口水雞 真的很好味 我們來到這個四川菜餐廳 就一定要懂得怎樣用四川話去熬菜 我想問口水雞、四川話如何說 口水雞 其實跟普通話很相似 只不過陰塵了一點 其實四川話很容易學 七枝八味的口水雞味道獨特 原來連味道都有它的名字 口水雞其實是村菜裡面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個味形 這個味形叫做怪味 怪味在村菜裡面為何這麼出名呢 號稱那個飄香三千里 味額十二週 所以這個味形在村菜裡面是很出名的 四川菜裡面經常都會用上豆瓣醬作為調味 但原來是機緣巧合下誕生的 我們說村菜最重要的一個調味品是豆瓣醬 其實豆瓣醬的來歷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商家在混輸的殘斗和納椒醬的路程當中 他遇到大雨 單隔了幾天 他就混到沒問題之後打開一體 發現它發酵了 但是他們用這個來炒菜吃 又特別香 因為有種發酵的香味 又香又辣 這個豆瓣醬是偶然出現的 但是香港人可能不了解這麼多 今次我CHIP GING來到京阪 為大家搜羅了很多食買玩的資訊 紙想去京阪旅遊指南已經面世了 紙想去京阪操作簡單又方便 快點去紙想旅行的網站免費下載